如果你一个人在太空旅行 前提条件是需要旅行90年 你会不会崩溃 这艘飞船正缓缓地前进着 此时前方出现了大量陨石 其中一个陨石撞在了飞船防护罩上 飞船内部颤抖了一下 随后强大的系统很快就修好了飞船 与此同时 一个休眠舱的灯亮了起来 里面正是男主小强 小强缓缓地睁开眼睛 系统告诉他 飞船正往家园2号星球飞去 让小强先去客舱休息 稍后就会和其他旅客一起学习交流 此时小强开心坏了 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 专心打扮后才满意地离开 来到会议室 当系统告诉他飞船上有5000名乘客 258名机组成员的时候 小强懵逼了 自己苏醒到现在就没见过一个人 他觉得事情不对劲 随后赶忙找遍了飞船每个角落 依旧空空如也 小强问系统这是在哪 系统告诉他 从地球到新家园需要120年的时间 这才过了30年 也就是说还剩下90年 自己要在这个飞船上带渡过余生 知道真相的小强无语了 他不想老死在这里 于是通过智能系统向地球求助 当自己发送消息的时候 系统却告诉他19年后才能到达地球 55年会收到最早的答复 最重要的是 这条消息花费了6012美刀 小强失望了 他落寞地往休息舱走去 当他路过一间酒吧的时候 发现里面竟然有个大活人 小强兴奋地跑了进去 可当酒保去拿酒水的时候 他却发现这近时的机器人 不过好歹也会说话 从机器人口中得知 小强之所以会提前醒来 是因为休眠舱遭到撞击发生故障 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工程师的小强 立马来到会议室 找到手册准备修复休眠舱 在一番操作下 休眠舱的系统亮了起来 人类需要在太空中休眠120年 才能抵达万里之外的新家园 可一场意外 提前唤醒了这个倒霉蛋 小强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要在飞船独自生活90年 那不是划了狗吗 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修复休眠舱 好在技术够硬 他修好了 小强高兴地躺进去 没想到系统不但没运转 还差点憋死在里面 小强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找来一堆工具 准备强行拆开驾驶舱的舱门 但是舱门依然毫发无损 小强这回是真放弃了 既然所有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那不如及时行乐 他开启了富豪般的生活 睡最豪华的酒店 吃最贵的龙虾 玩最嗨的游戏 不知过了多久 小强变成了这个样子 每天的娱乐项目也早就完腻了 整个人越来越颓废 他穿上太空服 打开了飞船舱门 看着眼前茫茫的宇宙 小强一跃而下 美丽的太空浩瀚无穷 无数星辰是那么的绝美孤立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小强流泪 他已经好久没见过人了 他落寞地回到了飞船内 卸下太空服 可此时他已经没了活下去的念头 准备打开舱门一了百了 内心挣扎了半天 还是把手收了回去 一句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就在小强跑回休眠舱的时候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女人 自己母胎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一见钟情 小强赶紧查看女人的资料 原来她叫大表姐 是一名作家 非常喜欢冒险 屏幕上自信大方的女人 更是直接征服了小强 于是突然产生了一个邪念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机器人 希望他能守口如瓶 随后自己便带着工具来到大表姐身边 没过一会 大表姐的休息舱被打开了 可小强看着女人慢慢唤醒 却吓得转头跑了出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后 小强便假装和大表姐偶遇 并把飞船上的情况告诉了对方 唯独没有告诉大表姐 她是被自己强行唤醒的 得知自己要在飞船上待八十几年 大表姐瞬间慌了 她赶忙跑到自己的休眠舱 想要再次进入休眠状态 但小强却无情地告诉她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重新休眠 一番痛苦后 大表姐也放弃了 此后两人形影不离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一起玩游戏 甚至穿上太空服去踏足宇宙 两人的关系也在逐渐升温 但是好景不长 有一天大表姐在酒吧喝酒时 机器人说漏了嘴 告诉她是被小强唤醒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系统故障 你会爱上毁掉你一生的人吗 这个女人绝望了 当小强来到酒吧 正要从怀里掏出钻戒求婚时 看着大表姐痛苦的样子 她就知道瞒不住了 面对大表姐的质问 小强承认是她自己犯错了 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可大表姐气不过 自己好好的人生就这样被毁 于是趁着人睡觉时 大表姐拿起拳头就砸了下去 还是不解恨 直接操起旁边的铁稿就要下手 但是她犹豫了 毕竟两人相爱一场 为了挽回大表姐 小强在飞船大厅种了一棵树 这样女人内心有了触动 毕竟离开大自然太久了 她都忘记了人类社会 与此同时 小强乘坐的电梯发生了故障 点试机器也开始失灵 两人费尽力气终于脱困 飞船突发故障 而船长也是因此被唤醒 船长觉得情况不妙 带他俩来到指挥室 因为有了船长的权限 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看着屏幕上多个系统故障 如果不及时处理 后果是很严重的 就在三人到达主功能区的时候 船长晕倒了 经过医疗设备的扫描检查 发现船长竟然有612种疾病 基本全身性坏死 因为休眠舱的故障 导致器官渐进性衰竭 而且无药可疑 离死亡越来越近 船长穿好制服 将自己的身份手环交给了小强 告诉二人要相互照顾 尽量把飞船修好 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飞船的故障越来越严重 如果再不及时修复 飞船便会全面崩溃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两人再次来到主功能区 刚把舱门打开 巨大的吸力便把大表姐吸了进去 小强也掐在舱门中间 拼尽全力把控制面板 对着平板快速喷射 液体瞬间冻住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两人来不及多想 来到核反应堆控制室 发现控制台的机器已经损坏 如果不及时把反应堆气流控制住 那么整个飞船就会爆炸 一次次的尝试依然没有效果 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手动打开它 此刻大表姐已经没那么生气了 只希望小强能平安回来 穿好太空服 来到舱门前 用手拨动开关 舱门顺利地打开了 但是只要一松手 舱门就会被关上 小强决定留在这里 并且告诉女人可以动手了 但是大表姐不忍心 她害怕小强因此死去 但是事态紧急 眼看控制室就要爆炸 只能强忍痛苦拉下了闸门 一瞬间 小强被强大的冲击力推到了太空 太空服也被反应堆气流撞击 已经开始漏气了 压力和氧气快速下降 导致小强陷入了昏迷 大表姐立刻穿好太空服 将人救了回来 经过一系列的抢救 小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两人高兴地相拥在一起 已经120年后 终于抵达了新家园 所有人都苏醒了 可来到大厅后竟然发现 这里生机勃勃恍然隔世 他们看着大厅里 两人打造的新世界 不由发出感叹 虽然最终没有到达新家园 但两人却一起度过了幸福一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老马 咱们下期再见哦